喜乐和希望的话语 以免常年期第26主日 马尔谷福音第9章38到50节 Fernando Almelini神父的讲道词 大家主日好 骄傲 傲慢 有点虚荣的人不会引起人们的同情 很明显 他的行为是为了炫耀 为了宣扬自己 如果有人对他的小题大做感到有点烦 敢于向他指出 此人就会感到羞愧 耶稣的门徒们的心里 也充满了这种个人的骄傲 我们记得上主日福音所告诉我们的 在路上他们在争论 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想成为第一 当他们进到家里 耶稣问他们一路上在争论什么 他们不回答 因为他们羞于自己 参与了这样的争论 这争论是耶稣不想听到的 这种个人的骄傲 这种驱使人想要主宰 想要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冲动 来自于恶 不是来自于基督的圣神 因为基督的圣神是相反的 他引领人选择末位 选择服务 这种骄傲很容易被注意到 立即会被发现 他无法隐藏 还有另一种形式的骄傲 更微妙 更危险 因为他不容易被发现 他隐藏得很好 他就是具有逆态性的团体骄傲 有时他的形式表现为对天主的狂热 有时他表现为对教会的爱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 他仍然是一种竞争欲望的表达 为肯定自己的优越性 不是个人的优越性 因为他们会感到羞愧 而是团体的优越性 这不是一个为他人服务 帮助他人寻求真理 和善良的人应有的态度 正如我们所知 这种团体的骄傲 总会导致狂热 导致宗派主义和排他主义 在今天的福音中 耶稣想让我们警惕 这种微妙的团体骄傲 让我们来听听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注意到 若望出现了 他是门徒中的杰出人物 他比其他人更关心 他所属团体的荣誉 我在前面说过 这样的人很容易成为狂热分子 这就是若望和他的兄弟 雅各伯的情况 他们从耶稣那里得到了一个令人不愉快的绰号 意思是容易发动飓风 风暴的人 原教旨主义者 狂热分子 圣使路加也提醒我们 当耶稣和他的门徒到达撒玛利亚时 撒玛利亚人不接纳他们 这俩兄弟来到耶稣面前说 你必须像厄利亚那样做 让我们叫火从天降下 焚烧这些不幸者 而耶稣转身 则斥他们 若望来到耶稣面前说 师父 我们见过一个人 他因你的名字驱魔 引耶稣之名是什么意思 古代的驱魔者在驱魔时 习惯于念出天使和魔鬼的名字 念一些有治愈能力的知名人士的名字 因为他们相信 这些名字有助于提高 他们的干预措施的有效性 历史学家Joseph Flavius 有报告说 有一个叫Elazal的人 因撒罗曼的名驱魔 撒罗曼被认为是 所有教学者的护卫者 由于耶稣也已经很出名 所以有些驱魔者 把耶稣的名字也放入其中 若望跑到师父面前 对他说 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危险的对手 他治愈人 做了些好事 但他用了你的名字 我们不信任他 福音中用了动词禁止 意思是我们阻止了他 因此 我们一再试图阻止他 他却阻止不了 因为不管怎样 然后狂热 然后排他 如果若望说 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说话 但不跟随你 他远离你的教导 过着与你相反的生活 但是没有 若望说 他不跟从我们 也就是说 他把跟随耶稣等同于 做我们所说的 我们所决定的事 门徒们的表现说明 他们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 认为他们是唯一能跟随耶稣的集体 是良善的唯一处库 他们觉得自己是任何愿意说出耶稣的名 即奉耶稣之名说话的人 所必须的参照对象 他们为有人不属于他们的团体 而行善的事实 感到恼火和焦虑 最让他们恼火的是 他们被承认一个事实 就是可能有人不属于他们团体 但却可以行一些他们无法行的善 这就是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其实 圣使马尔谷在前面几节经文中 讲到一个情节 一个患癫痫病的孩子的父亲 来到耶稣面前 说 我曾把我儿子带到你的门徒那里 但他们却不能治愈他 这里 十二门徒无法行使 耶稣已经赐权柄 给他们行使的释放行动 相反 这里有一个不属于他们团体的人 他做了他们所不能做的事 是嫉妒 使那些行善的人 看起来像是危险的对手 这种与门徒们一样的灵修危险始终存在 甚至对于今天的教会也是如此 我们经常忘记一个基本而美好的真理 圣神 神圣的生命 已经赐给了每个人 不是指保留给受洗者 因此 当这神圣的生命 即存在于每个人内的圣神 激励人们去做一些美好的 甚至是英雄式的爱的工作 一些真正配得上天主儿女的工作时 我们不应该感到惊讶 当一个基督徒面对这些美好的行为时 他应该怎么做 应该悲伤还是欢喜 团体骄傲这个邪魔 可能会建议假装看不到 忽视或贬低其他人所做的好事 以及那些不属于教会的人 是的 他们做了善事 但不像我们 我们的更好 很难接受别人甚至 可以在诚实 忠诚 非暴力 款待 宽容等方面给我们教训 当你看到善 你只能欢喜 因为他始终是天父赐给每个人的同一个圣神的作为 耶稣说 不要阻止他 做了伟大知识的人 而伟大知识只能来自圣神 不会立即诽谤我 教会团体被基督旨意为山上的城 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他 并能看到那些让自己受福音 引导的人所做的美好的事情 因此 他们应该总是看到爱 喜乐 对话 接纳 修和 但这个团体不是唯一可以看到奇迹的地方 当人们允许自己受赐于他们的圣神所驱动时 这些善行就会到处涌现 耶稣继续说了一个很美的原则 谁不反对我 就是倾向我 所以 反对我们的是谁呢 是那些选择统治支配 而不选择服务的人 他们认为凌驾于他人之上的野心 应该是我们变得伟大的基础 这些是反对耶稣的人 想做伟人的人远离天主 而那些服务的人 即便他不属于教会团体 他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去爱的人也是我们中的一员 即使他没有灵犀 由这个情节 我们领悟到了给我们的真正讯息 在此情节之后 福音继续 记述了主的一系列话语 我们要一起学习 让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第一句 谁若因你们属于基督 而给你们一杯水喝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绝不会失掉他的赏报 给一杯水的行为 对今天的我们来说 意义不大 因为我们是从水龙头取水 但是让我们把主的这句话 放在穿越过旷野的人们的生活环境中 在那里 不知道水井位置的人会渴死 让我们把自己放在 即使今天也缺水的土地上 其实在圣经中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条戒律 即使是对自己的敌人 也不能扣流水 真言第二十五章中说 若仇人饿了 你要给他吃 若是他渴了 应给他水喝 先知伊萨伊亚在谈到 逃离战争的人们时 说得也很猛 他说 请血水出来迎接口渴的人 而这杯水从来不是被单独给予的 他总是伴随着一句话 一个微笑 或是其他一些爱的姿态 这就是为什么在古代中东地区 给一杯水是一种欢迎的表示 给陌生人 外国人 敌人一杯水 相当于说 我希望你好 我希望你活着 这是一个小小的爱的行为 是什么使他开花结果呢 他带来了对话 修和 使人意识到 对方无论是谁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这就是耶稣所许诺的赏报 由一个小小的爱的行为 出生一个更人性化 及兄弟般有爱的世界 耶稣没有把这一举动 归于他的某个门徒 而是归于一个陌生人 一个也许是第一次见到福传者的人 他给了这福传者一杯水 这人得到的赏报 不是天堂 不是来世的赏 不是 赏报是 他合作发起了一场对话 在有不同生命观的人之间 建立了一种爱的关系 这就是耶稣要说的 没有爱的行动 不结果实 现在 让我们来听听第二句话 谁若使这些信者中的一个小子跌倒 倒不如拿一块 驴拉的墨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里 为他更好 丑闻一词 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障碍 是在你路上遇到的 使你绊倒 打断你的路的东西 耶稣在这里警告说 有些信徒在小子们面前制造了这个绊脚石 使他们跌倒 这些小子不是指小孩 而是指那些信德薄弱的人 那些正试图迈出第一步去跟随耶稣的人 恰恰是信徒 使别人跌倒 阻断了他们的道路 使人离开基督 耶稣说 那些设置这个障碍的人 应承担巨大的责任 马尔谷插入的这句话 所在的福音片段 使我们意识到 丑闻如此严重的原因何在 这些脆弱的人 在接近基督徒团体时 遇到的丑闻是什么 福音经文告诉我们 是争当第一的野心 就是这丑闻 即使在今天也会使小子们远离教会 它总是一样的 无起敌意义的奇观的竞争 阴谋 争守卫 争荣誉称号 争特权 这些都是可悲的闹剧 上的天主面容 而是由人的逻辑 与传统所发明的天主面容 还有第三个丑闻 我们都非常了解 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 非福音化的生活 耶稣希望 祂的教会被放在山上 以便所有人都能看到 人们跟随福音所带来的奇迹 影响和非凡的结果 若人们在基督徒团体中 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 那他们就会反感 我们所有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他们指责说 教会中存在一些丑闻 而我们做出了正确的回应 说我们都是人 人的特性同样会存在于 基督徒团体中 然而 我们已经认识到 非信徒不会继续信服 因为他们期望从基督徒身上 看到不同的生命 现在 耶稣用了一个非常刺眼的图像 来表明这个罪的严重性 他提到了溺水而死 倒不如拿一块驴拉的墨石 套在他的脖子上 投在海里 为他更好 在我后面 你们可以看到驴拉的墨石 耶稣用最羞耻的死 来说明这个罪的严重性 因为这种死亡形式 使尸体无法得到适当的埋葬 接着 耶稣提到了生命中 三种需要事与砍掉处理的情况 我们也会对那些陷入问题状况的人 这样说 接一告诉他们砍掉 让我们来听听 耶稣在这方面提出的三个建议 倘若你的手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残分进入生命 比由两只手而往地狱里 到那不灭的火里去好 倘若你的脚使你跌倒 砍掉它 你瘸腿进入生命 比由两只脚被投入地狱里好 倘若你的眼睛使你跌倒 挖出它来 你一只眼进入天主的国 比由两只眼被投入地狱里更好 那里的虫子不死 活也不灭 在通往生命的道路上 有一些丑闻 即障碍 是从外面放进来的 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信徒给小子们 带来的丑闻 障碍 但有些障碍或丑闻来自于内在 我们都经验过一种消极的力量 即我们内的邪恶之灵 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我们的想法和冲动不全都是好的 不是的 今天耶稣要警告我们 这种来自内在的丑闻的危险 他用了三个图像 手 脚 眼 还用了一种生硬且矛盾的语言 一种闪足式的语言 挖出我们的眼睛 砍掉我们的手 这些当然不能从字面上理解 但是要认真对待 因为手 脚 眼 可能成为按照福音生活的障碍 这种危险是很真实的 我们刚听到的这段经文 使用了谍句 分别放在三个小节的结尾 以描述被投入地狱的悲惨 这里的地狱是指什么呢 这里的火又是指什么 首先要明确的是 它与地狱 以及与这个词有关的所有异象 都没有关系 火焰 折磨 魔鬼 福音书中不存在这种地狱 基督徒开始谈论这些东西 是从基督之后的第二世纪下半页开始的 他们甚至发明了地狱这个词 耶稣从未使用过这个词 他说的是 Jerena 因此 我们要很好地理解什么是Jerena 什么是火 Jerena是西雍山南侧的小山谷 你可以看到 耶稣时代 耶路撒冷的重建 也表明这个小山谷就是Jerena 其西伯来名字是Jerena 意思是Hymnon的山谷 Hymnon 可能是这片土地的主人 今天的Jerena 是一个好地方 当我还是个学生时 我经常去那里散步 它为什么会成为一个被诅咒的地方 因为它与Kedron 和Glynon相交 教会处有个土丘 名叫Tofit 在古代 人们在这个土丘上献人祭 小孩被焚烧献给异教偶像 摩洛克神 在古代 将小孩献给摩洛克 是很普通的 迦太基人 因这种残忍的仪式而为名 这个地方曾被鲁城的国王 Josia 亵渎过 然后又被先知们诅咒过 在这个Tofit遗址上 现在处立着 Send-on-Northus修道院 由于这里是一个被诅咒的地方 所以传统告诉我们 尤达斯是在那里上吊自杀的 这个Jerena 已经变成一个不解之地 而且因为在山谷的岩石上 挖有坟墓 其实 这个山谷是一连串的坟墓 然后为了彻底解构这个地方 他们开始把城中的所有垃圾 都扔到这个山谷里 到耶稣时代 Jerena 已经成为了垃圾堆 成为了耶路撒冷城的垃圾场 然后他们日夜焚烧这些垃圾 那里的火从不熄灭 那里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 在城市的南部 也就是所谓的 西罗安区 那里到处都有不解的活动 皮匠和乳绕生产工人都在那里工作 甚至在今天 耶路撒冷城的南门 玛格里布的门 有许多名字 垃圾之门 粪便之门 总之是肮脏之门 拉比们用终结于Jerena这样的表达 来警告人们 毁掉一个人的生命的危险 要小心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 你将终结于Jerena 也就是说 你是在把自己的生命 扔进垃圾桶 这是一个非常强而有力的表达 表示你在毁掉自己的生命 耶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到了地狱 即Jerena 并不是指向天主的惩罚 那样的解读 不仅是个错误 而且是一种亵渎 对天主最大的冒犯 莫过于把他说成是 处决自己孩子的怪子手 他是爱 且只是爱 地狱这个图像已经解释完了 接下来是虫子这个图像 这里的虫子是指什么 火又指什么 虫子表示尸体的否烂 这是那些沉溺放荡和囤粪的人 所面临的腐烂腐化 是那些做出与纳扎勒人耶稣的提议 不同的生命 选择的人的自我毁灭 不灭之火这个图像 当习者若翰说到麦子 和被扔进火里的杂草时 也会用到它 最后 麦子留下 而杂草在火中被焚烧 宝露也用了相同的图像 他说在生命结束时 每个人的工程都要经过火的试验 火会烧掉所有不是金子的东西 树叶 康比 所有短暂的东西都会被烧掉 这是一个警告 要将生命建具能存留的价值 因为所有短暂的东西都会被清除掉 我们指乎的城堡会被火焚烧 但宝露说得很美 记住 你必须从火中经过 最后 你自己固然可得救 可是 仍像从火中经过一样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严肃性的警告 警告人们 不要建造日后会被焚烧的城堡 这些图像在耶稣时代是众所周知的 拉比们用他们来告诫 来撼动那些忽视自己对天主和灵人的责任的人的良心 今天的传道人应该重视耶稣对在是生命的严肃性的坚持 但我们不要曲解耶稣的话 将其变为对堕落之人所受永罚的宣告 这是个错误的解读 现在让我们看看避免落入地狱的三个必要的坎掉和挖出 首先是手 手代表行为 代表人的作为 耶稣说 控制你的行为 因为手可以行善 给予生命 挽救堕落之人 可以给饥饿者面包 给吃身楼体者衣服 但他也可以偷窃 可以囤积别人需要的物品 可以为自己的利益堆积物品 可以施施暴力 甚至可以杀人 耶稣说 注意你的行为 如果你的心促使你做坏事 就把那只手一刀砍掉 耶稣说 跟随我 就要决定 你的手永远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 而扣留任何东西 不会只缩在自己身旁 而总是会向他人伸出援手 因此自私的手要被砍掉 做出必要的牺牲 因为你的生命取决于他 这样你就可以成为像我一样的人 耶稣如是说 第二个图像 使你感到羞愧的脚 脚表示方向 选择生命的方向 耶稣说 留意你走向何处 在犹太教中 两条路的图像很常见 一条是真理之路 一条是谎言之路 腐败之路 一人走在光明之路上 而恶者选择的是黑暗之路 在生命记中 第三十章 天主说 我已将生命和死亡 祝福与诅咒 都摆在你面前 你要选择生命 Dedek是教会的第一本教理书 其成书时间甚至早于马斗福音 他的开头写得很美 他说有两条路 一条是生命之路 另一条是死亡之路 这两条路的差别很大 耶稣也提到了宽路和窄路的选择问题 宽路很受欢迎 许多人都选择它 它很吸引人 因为它很舒适 耶稣说 不要把你的生命投资在罪的道路上 不要使你的脚踏进去 因为如果你开始走这些路 你会被诱惑住 你将永远无法返回 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立即切断错误的道路 因为它们的终点总是在地狱 在垃圾场 你的生命将终结于那里 然后是眼 眼睛表示每个人心中的欲望 蹲积财物的欲望 享乐的欲望 贪婪的欲望 对荣耀的梦想 眼睛代表我们所看到的 我们的选择往往始于眼 始于欲望 始于引诱我们的东西 环顾四周 我们看到的是取悦眼睛的东西 但圣神的声音引导门徒 从他成为天主子女开始 不受他所看到的 能取悦人的东西所诱惑 让我们记住禁果的故事 女人看到她很好很美 令人愉悦 耶稣对门徒说 如果你的计划与爱不符 不要等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要小心眼睛的诱惑 在《马斗福音》中 耶稣的这句话 直接关系到对性的控制 第五章中说 你们一向听说过 不可奸淫 我却对你们说 凡注视妇女 有意贪恋她的 她已在心里奸淫了她 然后她继续又说 若是你的右眼 使你跌倒 挖出她来 从你身上扔掉 立即把她挖出 因为如果你开始让你的眼睛诱惑你 你的生命就会终结于垃圾桶 这些选择在异教徒眼中可能是天真的 在这些人的眼里 基督徒似乎扔掉了自己享受生活的所有机会 因为她去除了一切可能赏心悦目的东西 但你却更清楚 因为纳扎勒人耶稣说过 要小心 不要落到地狱 垃圾场里去 基督徒可能看起来像个残疾人 因为他们砍掉了所有这些 然而 他们不是残疾人 他们是已经决定将自己的生命与基督结合的人 他们知道 最终成功属于那些将生命投在福音价值观之上的人 当然 这是一个要求很高的生命 但是 这是唯一真正的人类生命 现在 为了最后提醒门徒们 耶稣用了盐的图像 让我们来听听 因为所有的人都要用火烟起来 盐是好的 但盐若成了不咸的 我们可用它去调和 在你们中间当有盐 又该彼此和平相处 在圣经文化中 盐是智慧的象征 它给人以味道 并负生命意义 保禄又使用它 在写给哥洛森人的信中 他说 你们的言谈常要温和 像调和了盐 信徒的言谈 在基督内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基督徒 不使用攻击性 侵略性的言词 不说粗俗的话 因为他的言谈 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这味道来自 耶稣所说的火 这火是什么 所有的人都要用火烟起来 耶稣知道的唯一的火 就是圣神的火 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中 耶稣说 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 我是多么期望它已经燃烧起来 这是五熏节的火 是圣神的火 是圣神给了基督徒空间 给基督徒的生命以味道 圣神之火 不是别的 而是爱的智慧 基督徒 有反野心的特点 野心使人 想要支配他人 受服事 基督徒 不应有这野心 圣神之火 所复义的味道 是福物和爱的味道 耶稣警告我们要小心 不要失去这种 我们特有的味道 化学家说 盐不能改变味道 但有办法可以使他失去味道 例如 加一点糖 味道就不再一样了 这就是 即使是基督徒 也会遇到的危险 当他们在福音的逻辑中 引入一点 异教的智慧时 他们就会失去味道 耶稣的最后一句话 在你们中间当有盐 纯正的盐 来自圣神 赋予他们特点 又该彼此和平相处 这是和平 修和的根源 这根源 只能是盐 它来自圣神 来自爱 所有其他 试图建立和平的城市 若不是使耶稣 带到世界上的盐 即来自他的神 圣神的盐 最终 都将失败 基督徒蒙昭 为基督所带来的爱的力量 做见证 祝大家主日快乐 并过好新的一周 祝大家